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等速圆周运动的一些基本定义 我们在上一段影片已经介绍了周期 频率 脚位移 还有脚速度 还有速率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速度 那一样我们先来讨论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的话符号是这个一样再加上一个bar 平均速度的话它的定义是位移除以时间 注意这个delta x 指的是位移 譬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一点a点移到这个b点 它的位移是多少呢 它的位移其实指的就是从a到b这一段直线 其实也就是弦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移 那它这个位移的话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就是a到b 所以它的计算就是这样子 那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刚刚讲过来 它就是位移的方向 位移的方向其实就是a指向b 那么它也是我们这个平均速度的方向 那至于这个位移的计算呢 这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三角函数来处理 譬如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 a到b的这个半径也画下来 这是r 这是r 那如果说这个角位叫做deltaθ 所以同学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的话 我们的deltax就是它的底 那我想这个同学可以透过三 三角函数很容易的去把这个ab找出来 那我这边就不去处理它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跟平均速度的关系 跟前面讲的 这个角速度 还有速率 他们的 譬如说 平均速率跟 顺时速率 在等速圆周运动里面是一样的 然后 平均角速度跟 顺时角速度在等速圆周运动里面是一样的 那 速度的话其实是不同 好 那顺时速度要怎么处理它呢 顺时速度它 我们根据前面的定义知道 它也是一种平均速度那当然时间也是要逼近于0 所以它还是一样是位移除以时间 只不过时间要非常的小 那 要从哪边来处理呢因为同学可能会想我根本也没有学过limit 那怎么去处理它 好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来想一想 我们学到的顺时速率 这其实同学在前面的运动学应该是有学过 来 我们知道顺时速率的话 它也是一样来它是路径长除以时间 那一样时间要逼近于0 好 那这里时间逼近于0的话就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过 这delta x它是位移 那位移其实在圆周运动里面来它就是弦长 好那delta l是什么呢 delta l是 路径长时间很短时候的路径长 那它其实就是弧长 我们现在假设如果从a好假设经过很短很短时间来到a' 注意这个时间应该要非常的短 a'跟a应该无限的靠近 那我现在为了让同学可以看清楚所以我还是画的有些距离 但是我想一画出来同学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出来说 a到a'好这时候它的弦长 弧长 弧长是这一段 跟它的弦长 其实我想一画下来同学应该没有什么的 应该会觉得没有什么差异 也就是说在时间很短的时候 这两个 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时间很短的时候当这边是0的时候 delta x的值 就跟这个delta l的值是一样的 好这边暗示什么呢 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间b距离0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这个位移 会等于我们的路径长delta l 所以 我们的顺时速度 因为 位移等于路径长 所以他们注意时间之后还是一样 所以顺时速度的量值 就会等于顺时速率 好注意这个东西其实是 不管什么运动 很成立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今天不管是什么运动 他在时间很短很短的时候 他的位移的量值 就跟他的路径长的量值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现在 就要回到我们的等数圆周运动 好这边等数圆周运动 我们刚刚在前面讲过 等数圆周运动的话 他的 顺时速率等于他的平均速率 然后现在又告诉你说不管什么运动 他的顺时速度的量值 会等于他的顺时速率 所以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来 等数圆周运动 他的顺时速度的量值 等于顺时速率 然后又会等于平均速率 那他平均速率是多少呢 好我们在前面讲过 他用他的路径长 除以时间 而且可以算任何一段的路径长 除以任何一段的时间 那我们最简单的是算 一圈 一圈的路径长 就是周长2πr 一圈的时间 就是周期 所以 这个单位的话就是公尺 除以秒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等数圆周运动 原来他的顺时速度 就等于顺时速率 而且等于平均速率 那 这个 所以你以后如果看到说 我现在秒针 问你说秒针在 第5秒的顺时速度 量值是多少 或者是说他在第15秒第20秒 其实他顺时速度的量子 通时时刻刻都一样 好 但是那方向呢 好我们还没有提到他方向哦 好来他的方向 顺时速度的方向 我们还是写清楚 还是顺时速度的方向 顺时速度方向其实非常简单 他的方向呢 就是在他的切线方向 好顺时速度的方向 就是在切线方向 所以时时刻刻都不一样 他虽然说他是 等数圆周运动 这里的等数 其实指的是等数率 他的 速度的量子 虽然都一样 但他速度的方向 时时刻刻都不一样 好来 这个是时时刻刻都是切线方向 好譬如说 让我们换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圆 好 如果在这边 来顺时速度方向在哪里呢 顺时速度方向 刚刚讲来在切线方向是在这边 这是v的方向 好跑到这边之后 顺时速度的方向在哪里呢 好一样是在切线方向 好但是注意哦 来大小没有变 所以来这边还是v 好跑到这边的时候 然后顺时速度的方向在哪里呢 也是一样是切线方向 好那大小一样没有变 好来也是v 好那这就是等数圆周运动的 那个顺时速度 他的量子的计算 还有来他的方向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7点 我们学完了这个 速度也学了角速度 那就会发现说他们好像之间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v和ω的关系 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顺时速度呢 来他就会等于顺时速率 所以刚刚这边写v或者是写 顺时速度来通通都没有关系 那他是等于路径长 除以时间 好来那这边一样因为是 没有加bar就代表是顺时 所以都要加上一个limit 好那角速度的定义是什么呢 来角速度的定义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好来他就是delta c delta c再除以delta t 好可是这个delta l 路径长他其实就是虎长 所以这两个 虎长 他等于什么呢 他就是刚好会等于r delta c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写 来这个v的计算就变成limit delta t b近于0 delta有地方可以把它变成rdelta c 好再除以delta t 好同学看到什么了呢 这里 因为我们圆周运动的r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r抽出来 好里面就会变成是limit delta t b近于0 delta c 再除以delta t 好那这一堆是什么呢 这一堆就是 Omega 好那这一堆就是Omega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式 就是v 等于r Omega 好那这也是一样在圆周运动里面 我们会常常用到的一个 转换的关系式 那也是希望同学能够把它记起来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 等速圆周运动 这个等速呢 指的是等速率 但他的运动方向时时刻刻在改变 所以他是一个变速度的运动 那么因为速度在改变 所以 等速圆周运动就需要加速度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就是等速圆周运动的加速度 那么我们先来讨论他的平均加速度 一样好来这个符号 一样都是在把这个 加速度上面再加一个bar 那平均加速度的定义是什么呢 他是速度变化在除以 时间 好 那速度变化怎么处理 我们要先来看右边这边 好 假设说 有 假设我们原来是在这个点是a 那么他的速度呢是v1 他是在切线方向会跟着半径互相垂直 好经过一段时间delta t之后 好来到这个b点 那他的速度呢是v2 好那一样 这个 这个速度也是会也是在切线方向也是跟半径方向垂直 那 我们有提到 这个速度 v1 他的量值 会跟v2的量值是一样的 就是他顺时速度其实都等于他的顺时速率v 那这个值的话如果最后我们要带的话 就是带平均速率2πr再除以t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当我要计算平均加速度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出 他的速度变化值是多少 那速度变化是怎么处理呢 速度变化的话指的就是要用m速度v2 减掉v1 那这里必须要牵扯到向量的相减 就是说v1在这边 v2在这边 那这两个怎么相减 我们知道在那个 平面向量相减的时候必须把两个向量 这个尾巴碰到尾巴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把这个v1 平移过来 好我们把v1平移到跟v2 尾巴碰到尾巴 好长度不能变 好所以这个就是v1 那delta v在哪里呢 delta v就在v1跟v2组成的三角形的第3边 方向呢应该是因为是v2减掉v1所以方向就是指向v2 好这个就是delta v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delta v要怎么去计算它 好假设刚刚a到b 他这个移动的角位仪是delta theta 那么因为我们刚讲过v1本身会和这个半径互相垂直 v2本身也和半径互相垂直 那这个半径转了delta theta所以暗示v1到v2也会转delta theta 也就是这个夹角是delta theta 然后刚刚也提到v1的量子跟v2的量子是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好那等腰三角形要求敌怎么办 我想这有很多种方法 同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找出来 好那我这边提供的方式是 我从这个上面这边画一个垂线 好画一个垂线 好所以这个值就是 2分之1delta theta 好所以同学就来看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好这一段 这一段是多少呢 来这一段应该是v1的值 那v1的值我们刚刚讲过 v1的值在这边就是v 好然后他应该再乘以sin2分之1delta theta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底的一半是v乘以sin2分之1delta theta 那因此delta v的值应该就是这个值的两倍 好所以这边 delta v的值 来应该是2vsin2分之1delta theta 诶刚刚我们这边漏掉delta theta OK好所以我们就写到这边 好delta v的值 应该是2vsin2分之1delta theta 好那至于那个怎么去处理它 或者说 等到实际上章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如果这个角度知道那你自己就可以去处理了 好然后之后把这边带进去 所以就可以得到平均加速度 来它的量值 所以就是这边delta v 因为现在先写量值所以都加绝对值 所以它就是 2vsin2分之1delta theta 再除以delta t 好那它的方向是在哪边呢 平均加速度的方向 好这个方向其实就是delta v的方向 所以来这个方向应该要跟delta v的方向是一致的 好delta v的方向刚刚已经比出来了 好就是从 这个 v1这个 这个箭头的头来指向v2这边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去找出 delta v的方向 那就是平均加速度的方向 好来那这是平均加速度的量值 还有来它的方向 好那其实等数圆周运动 最重要的是 顺时加速度 我们在运动学里面 好也学过 顺时加速度 其实它也是平均加速度 所以来它是delta v 再除以delta t 只不过时间就是要去 无限的小 好因此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用刚刚倒出来的 平均 来这个 这个平均加速度的这个量值 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delta t你要把它逼近于0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量值 平均加速度的量值 平均加速度的量值的话 我们一样加绝对值 那我们现在比较简单的一点的 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是a 好那刚刚讲法来 它就是 limit delta t 逼近于0 因为现在只是讨论量值 所以记得加绝对值 再除以delta t 好那我刚刚讲过 我们可以把 这个值 直接带入 来直接把它带入 所以它就会等于什么呢 就会等于 limit delta t 逼近于0 好来刚刚这个值是2vsin 2分之1delta t 好再除以delta t 好那么请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2v呢 是一个常数 因为等数圆周运动的v 这个速率是一直维持定值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写出来 这个a 就可以把这2v先抽出来 好 所以这边就变成说 请问一下这个sin 2分之1delta t 除以delta t 在角度很小的时候来 这个值 到底是多少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 先抽出来 同学来想一想这个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数学的东西 那希望同学可以把它学起来 好我现在来画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好如果说 我现在从这里 好然后呢 我们的sin 1c 1 2分之1 或者说我现在随便写 好如果说这个叫做phi 好然后这个是r 这个是r 那sinphi在哪里呢 sinphi在这边 就是从这边画一个垂线 好如果说这是x 对不对 所以来sinphi sinphi就会等于r分之x 好可是当随着phi越来越小 好来当 phi很小很小的时候来就是接近0的时候 好现在我们重新画一下 这个会跑到哪边去呢 这时候 当你这个phi很小的时候来这时候就跑到几乎是这个地方 好那这时候你如果从这边如果说你一样 假设说phi跑到这边 好这时候你从这边画垂线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x 非常的接近 这个x是让画垂线下来 其实他就跟这一段 这一段弧长非常的接近 好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角度很小的时候 sinphi 就会近似于 deltaL 再除以r 好就是 当你角度很小很小 无限小的时候 那这个画垂线下来的 但是x值就跟deltaL非常的接近 好可是当同学看到 deltaL除以r是什么呢 好就想起来了 deltaL除以r不就是我对应的角位移吗 所以来在这边的角位移是phi 所以来这个值就是phi 好所以我们得到什么样重要结论 就是当 角度很小的时候 sinphi 会约等于phi 好请同学注意哦这个phi是弧度 好不可以 不是角度哦 不是说sin一度就约等于一度不是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好如果问你sin一度 那是不是等于1 不是当然不是 那应该怎么办 要先把这个一度变成弧度 好一度怎么变弧度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个 一圈360度是2拍弧度 所以就是sin 1 再除以360 再乘以2拍 好就是把这个一度就相当于这么多弧度 那刚刚讲过这一度其实是已经够小了 所以来他的值 就会近似于他的弧度 也就是他近似于 360分之一2拍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sin一度的值是这样子 如果同学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按按计算机 看看sin一度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是2拍 除以360度 好那这个是我们 额外跟大家补充的 以后这个在物理上面会常常用到 就是当今天角度很小时候来sin值会约等于什么 来就约等于5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 回到我们刚刚这边 好我们刚刚说这个a的值是多少呢 来是2v 对不对 好那 这里面 现在这个时间很短 所以这个sin 2分之1delta Theta 根据刚刚的讲法 来他就会近似于什么呢 就会近似于2分之1delta Theta 好2分之1delta Theta再除以delta t 好这边用了什么 就是用了 当今天sin 2分之1delta Theta 在角度很小的时候 角度很小 你可以讲delta Theta很小 也可以讲2分之1delta Theta很小 好当他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这个值就是约等于2分之1delta Theta 好于是我们就算出来了 好这个a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2跟2 就约掉 好就等于v 再乘以delta Theta 除以delta t 好那delta Theta 除以delta t是什么呢 好这个是角位移除以时间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Omega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论 原来我的 圆周运动的 顺时加速度 就等于v Omega 好就等于vOmega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把我们前面学到的 v跟Omega之间的关系 v等于rOmega这个关系是把它带进来 好我们带进来之后 a就会等于什么呢 好如果说你的那个 v的地方用rOmegaby 这就是rOmega平方 反过来 如果把 Omega用v除以r带的话 那这就是v平方除以r 另外还可以再带什么呢 还有一个 我们说过这里的那个 Omega的值 跟v的值 你都可以这样在这边处理 比如说是v的话 以v的话 它是 等数圆周运动的 顺时速率 也是平均速率 所以来它是2πr除以t 好于是我把这个带进来之后 a就会等于来v的这边带一下 来这边就是带2πr除以t平方 于是就会得到4π平方r平方再除以r t平方 好那这边约掉一个r 于是这边就会得到4π平方r再除以t平方 好所以我们最后把它整理一下 到底等数 等数圆周运动 来它的顺时加速度等于多少呢 它顺时加速度的值 是等于v Omega 那么也等于r Omega平方 好也等于v平方除以r 好也等于4π平方r 再除以t平方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用的 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题目里面 会给提供角速度Omega 有些题目给的是v 有些题目是跟周期相关 所以当你今天就会根据提议他的要求 他给哪些资讯 那你可以用相关的公式 那么这个我们会强烈建议同学 适当的把它记起来 因为当你今天这样记起来之后 那个在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它 好但是请同学注意 来这个叫做顺时加速度 在带的时候不要带错了 这是顺时加速度 如果题目要问平均加速度的话 来对不起绝对不可以带这个公式 问平均加速度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前面这边 回到基本定义 来回到这个基本定义去处理它 最后我们来看顺时加速度的方向 那么根据定义 顺时加速度呢 它是等于delta v 处理delta t 好时间要 逼近于0 好所以从这个式子可以知道 加速度的方向 会和delta v的方向 是平行的 另外在这个式子要小心 这个现在我们的时间要 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 假设原来的速度是v1 紫色的这条 那么转动了 一段很小的位移 delta theta 之后来到v2 好那这边要请同学先注意的是 这边其实时间很短 所以其实移动的这个角位移呢 其实也要非常的接近零 好但是因为我如果把这个角度真的画得太小的话 那v1和v2就会几乎是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画图上面 同学就会 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为了让同学看清楚 我现在把这个角度画得有点大 但请同学记住 其实他是要非常非常的小 好那这个delta v是在哪里呢 我们也讲过了delta v其实是v2 减掉v1 那 向量的相减 要把这两个向量平移到他们的尾巴 碰到尾巴 所以我们现在来把这个v1平移 好平移到他的箭头的尾巴 碰到v2的尾巴之后 好delta v就在 他们两个形成三角形的 第三边来这个就是delta v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来从图来看一下 刚才讲过这两个半径来他的夹角是delta θ 所以v1和v2的夹角来这个角也是delta θ 好然后我们又知道等速圆周运动的速度量值 维持不变 所以v1和v2的大小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两个是等腰三角形 好那这个等腰三角形里面 如果说delta 非常非常的小来根本就是零的话 好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判断说他两个底角应该接近90度 好接近90度那就是告诉我们说delta v的方向会几乎和v1垂直 delta v的方向也几乎和v2垂直 好那也就是v1和v2差不多就在 如果角度很小的话几乎是同一个方向 那delta v和他们是垂直的 好所以这边就知道说来这边 delta v 刚刚讲过来几乎和v垂直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就不用特别注明v1还是v2了 好所以根据这两个 简单的判断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加速度方向会和速度方向垂直 好那速度方向是在哪里呢?来速度方向就是在所谓的切线方向 因此我们这个加速度方向就是在法线方向 好那法线方向是指向圆心还是指离圆心呢? 好我们从刚刚这边这个delta v的方向 很明显的来他是往下面这边指 所以来他其实是指向圆心 好因此我们就判断出来了来 顺时加速度的方向在哪里呢?来他是在法线方向 而且指向圆心 因此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加速度 顺时加速度 叫做向心加速度 好 一般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的符号呢 啊 再加一个c c代表圆心 center 然后是这样子 好注意他的方向 就是法线方向指向圆心 然后要强调的是 这是顺时加速度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把 这个 等数圆周运动的一些基本 物理量的定义呢 通通都学习完毕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好 等数圆周运动 基本上这个等数 指的是等速率 等数圆周运动 来第1个来他其实是等速率 来他的速度的量值 会等于他的顺时速率 也会等于他的平均速率 好 就会等于2πr 除以t 好 但是他的方向 运动的方向 时时刻刻在变 好 运动的方向 是我们的切线方向 好 那圆的切线方向 时时刻刻在变 所以我们说 根据这个话来 他是一个变速度 好 那么是哪一个加速度让他的速度方向在改变呢 来就是我们的向心加速度 好 向心加速度 多写一个 来向心加速度基本上 就是用来 就是用来 改变 速度的方向 但他没有改变速度的量值 所以是等数圆周运动 好那向心加速度的值 好我们现在 只有写词的话 就不用加上向量符号 好这个值 我们在前面学过 我们在前面学过 来你可以想说他是R Omega平方 也是 R分之V平方 也是T平方分之4π平方 好那这就是我们 整个圆周运动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些 基本概念 好所以我们现在 等数圆周运动的基本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